这张清纯可人的小脸蛋 大爱台观众或许有些印象 如今小美女长大了 摇身一变社会新鲜人 跟此前一段姻缘其实从幼稚园开始 因为幼稚园的老师跟我分享了大爱台 而让我们全家开始在每天晚上八点 都准时看大爱剧场 而因为这样的姻缘让我在国小的时候 也到了大爱台担任小主播 从大爱台小主播起家的蒋宜文 上午到新店金斯堂向上员分享 从小对镜头就不陌生的他 如今在知名的数位学习公司上班 忙着事业跟理想 不过他说长大的小主播 从来没有离开慈禁世界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从大学期间加入慈禁社 它就是一个可能培养你各方面的能力 然后可以感受到各方面爱的地方 不止蒋宜文这场温馨座谈 北区的慈禁教练会成员都来了 了解上人重视教育 大家都等不及分享他们在慈禁教育 打拼的丰硕果实 我就承担起树林辛雅客服班的 陪伴的责任 那从陪伴到现在大概四个月的左右 其实从孩子最初跟我比较陌生 到现在一进客服班会跟我说 老师我今天跟同学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位31岁的慈禁理性意识财经智慧教育推广协会的讲师 去年当上树林辛雅客服老师 台湾教育里很少提到的钱 她却有一套理财教学 教小朋友怎么守财翻转贫穷 这群有想法有热血的行动派新世代 带起座谈现场的青春气氛 被他们触动同时 上日也把过来人的经验回馈给他们 师爷也可以这样不断地轮 他还应该还可以有新的 年轻的孩子又小的孩子 都可以不同年龄都可以接受 是不是我们来带动起来 这叫做会命传承 教育是百年熟人的过程 即使百年就要代代相传 这群热青年拿出个人本领 投资在爱的教育上 把慈善与工作都同时做得有声有色 大家希望往前谢启全 李建宽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